好 要说追星这件事呢 粉丝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 但是明星追星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很少看到了 昨天呢我们就遇到了 一位见到偶像同样失控的明星 他就是小猪罗志祥 小猪要不要讲一下 你的偶像也来到了台 我等一下要去他饭店了 我等一下要等他你知道吗 等一下 等一下 这熟悉的尖叫声 好像前一天刚刚听过 没错 让小猪罗志祥 跟着大伙一起失去理智的 就是这位活着的经典 牧村拓哉 礼貌 眼镜 休闲装 当天的牧村拓哉 可谓将酷与亲切完美结合 难怪见到本尊的粉丝们 各个高举手机 一秒都不愿意错过 要知道被工作困住的小猪 有多么羡慕大家 要不然他肯定二话不说 冲上去就是粉头一枚啊 我只想要见他一面就好了 见他一面 只是可能隔着窗户也好 隔着车子这样看他一眼 我也觉得开开心心的 虽然牧村如今 已是年过四十的中年大叔 但只要他露出标志性的微笑 魅力丝毫不淑任何当红小鲜肉 就小猪这样不缺颜值的主 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了 这是我们所有的男生跟女生 心中的男神你知道吗 这个因为他不管他的发型也好 他的墨镜也好 苍蝇墨镜也好 他的摩托车 他的安全炮 他的走路的姿势 跟他的嘴巴等等 帅惨 我愿意跟他结婚你知道吗 这个 我真的愿意 鉴定完毕 这是真爱 追星追到东京去看演唱会什么的 都是小意思 就连发的几首日文单曲 罗志祥都号称 那是为了接近偶像 简直是操碎了心 真不知道在女朋友身上 小猪哈的心思又没有这么多呢 最近跟他的感情不是建名了 不好意思 该不会前面都剪掉直播这段吧 不会 不会嘛 现在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娱乐新天地台北采访报道